不须政变的发生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吗? 曾被誉为中国华盛顿的他,为什么会一步步重回专制? 讲述袁世凯的一生 听书读时有学问,古世金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袁世凯的一生 上回我们说到,李鸿章去世,袁世凯很好地整合了李鸿章的遗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怀系一波的继承者 同时,李鸿章掌握军权,也成为与内最具有实权的一个人 掌握了实权,袁世凯开始实行新政 对朝廷而言,直立是天下的第一省 要搞新政,就必须首先把直立搞好,搞成全国的模范省 所以,作为直立总督的袁世凯,自然也被朝廷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在直立把新政搞得有模有样 当上直立总督之后的袁世凯,又被朝廷委任承担了很多新政方面的工作 1902年年初,直立总督正式兼任督办政务处参与政务大臣 练兵大臣,负责新式军队的编练工作 没过多久,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殿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 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 对袁世凯而言,新政无疑又是一次扩充势力的机会 袁世凯对于新政最重视的当然还是军事改革,编练新军 1901年,朝廷再三下令各省对原有的旧军队进行整顿 太弱留强,编练适应近代化战争的新军 朝廷的这个大政策背景给了袁世凯扩充自己原家军队的机会 何况呢,他又是练兵大臣 袁世凯打造自己的北洋军的红业开始了 当年在小战边练的新建陆军,再到五位右军,规模都不大 还都是荣中堂手下的一支军队而已 可谁曾想到,经过庚子年这么一闹 袁世凯的五位右军竟成了帝国中唯一可以依赖的精锐 如今,位高权重的袁世凯自然可以用心的去打造一支更强大 更凶悍的雄狮 1902年2月 袁世凯命人在当年小战新建陆军的募兵章程基础上 制定了一套更科学的士兵招募训练办法 袁世凯对兵员的素质非常重视 他需要的是精壮的青年男人 袁世凯不仅重视士兵的身体素质 他对士兵的出身来源也看得很重 所以他要求新招募的士兵必须有固定的户籍 溃涌游民一律不要 清代的士兵,尤其是陆营兵 长期以来响银的额度很低 士兵的社会地位也很低 士兵的家庭往往还因为家中没有壮劳力 受到地方上地痞流氓的欺负 袁世凯对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忧虑 他认为只有真正提高士兵的待遇和地位 才能练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 按他的制度 头目大约相当于班长 每月响银五两 正兵每月四两二钱 每月扣头目一两五钱 扣正兵一两 每半年派人把这钱发给他们的家属 地方官对士兵家属要妥善保护 不得放任土豪地痞欺负 军属家庭要是有诉讼 地方官应该优待 每名士兵准许免掉三十亩差遥 以示体恤 袁世凯的这套征兵方案 基本上是仿行了西方的征兵制度 使士兵不再如同过去那种雇佣兵的性质 这在中国实属划时代的创新 提高士兵待遇 保证军属家庭地位 这样得人心得兵心的政策 袁世凯的新军练不好那才怪 最后袁世凯招募了六千壮汉 练兵得花钱呢 六千精壮士兵一到 他马上上奏朝廷要钱 要军饷 这朝廷哪能不允啊 立即下令有关部门给足军饷 如果不够 各地都府都得帮着凑 兵有了 钱到了 剩下的就是袁世凯自己的事儿了 中国的旧式军队 包括乡军和淮军 有一个很大的弊病 就是营制不一 操法不齐 装备参差 号令混乱 袁世凯以前 在吴长庆的部队里的时候 对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动若观火了 家务之后 袁世凯奉命在小战练兵 就已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过当时他的权力只能允许他对自己那一小只小小的新建陆军动手术 现在他已经掌握大权了 可以真正立行他的军事制度大改革了 1902年6月 袁世凯在宝定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叫做军政司 这是整个直立新军的制军领导机关 他自己就是都办 咱们现在国家的军队 有正规的国防军 归各大军区管辖 还有就是民兵预备役 归地方人民武装部管理 那在大清朝啊 是没有常备军和预备役之分的 袁世凯知道西洋国家都有这种区分 所以他也要进行这样的改革 袁世凯命令手下幕僚参照欧美的制度 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 把军队分成了常备兵 续备兵 后备兵三类 大清以前军队的编制 一般是以营为单位 现在袁世凯的常备兵就不走这个路子了 常备兵的平时编制 以两阵为一军 美镇辖部队两协 马队一标 炮队一标 工程队一营 资重队一营 全镇官兵共一万两千五百一十二名 当时的军制 所谓镇协标营队 等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 两镇为一军 是一种战时组织 统帅这一军的名叫总统或叫军统 统治或议长就是后来的师长 鞋统就是后来的旅长 标统就是后来的团长 管带就是营长 队官或者少官就是连长 方带或者都队官就是副营长 还有一种混成鞋 是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一个铝 其规模呢 比普通的铝还大 袁世凯的家底是五位右军 但现在重新编练的精锐 就不能再叫五位右军了 因为五位军的整个体系都不存在了 所以他将自己的这支新军改称为北洋长辈军 从此北洋军的名称开始广为流传 北洋长辈军可以算作中国正式陆军的开始 袁世凯计划先编程北洋长辈新军左镇和长辈新军右镇两个军制 1902年当年 北洋长辈军左镇首先练成 袁世凯语意欲锋 反清重臣 智势能臣 新政领袖 乱世枭雄 民国总统 卖国奸贼 红献皇帝 他如何在大时代中 忽围而出 登上权力巅峰 读时有学问 为您解读 袁世凯的一生 北洋长辈军建成之后 王世珍任第一协协同 其后呢 又成立了第二协 当时袁世凯有个新规定 就是用人为才 因此 新军所有的高级将领 必须经过考试 成绩最佳的出任高职 第二协成立之后 举行了一次考试 考的成绩最好的是冯国章 因此便由冯国章 出任第二协协同 袁世凯原来在小战练兵的时候 他手下有三个重要的大将 就是王世珍 段祺瑞 冯国章 号称北洋三杰 袁世凯对这三个人 一视同仁 不偏不倚 这是袁世凯的统御术 要他这三个重要的手下平衡发展 以便互相牵制 便于控制 常备军的协同 由考试选拔的时候 王世珍和冯国章都当了协同 可是那个合肥人 段祺瑞呀 似乎是很不善于考试 因此 袁世凯对段祺瑞感到非常的遗憾 后来 第三协成立的时候 袁世凯就怕这位成绩不佳的段祺瑞考不上 就在考试前 偷偷的把试题告诉给段祺瑞了 这才使得段祺瑞考上了协同 由于这件事使段祺瑞毕生为之感动 常常对知交说 他受袁公保的私恩太重 朝廷看到袁世凯编练新军确实有几下子 就决定给他再压点担子 1902年12月6号 朝廷在北京八旗兵中精选了三千青壮年 交给袁世凯训练 打算等这三千人练成雄狮之后 再将其他的驻京八旗兵 轮流的派给袁世凯训练 袁大人受命以后 立刻奏请朝廷将这三千人定名为 京旗常备军 汉人染指八旗军权 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 袁世凯是官场老游子 这点禁忌他是明白的 为了避免朝廷猜忌 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青年贵胄铁梁 为京旗常备军练兵一掌 这个铁梁在满洲贵族中还真不是一般人 绝对是个青年俊才 据说早年在荣禄的眼中 年轻人当中他最看重的就两个人 汉人是袁世凯 满人就是铁梁 铁梁统侠的这支京旗常备军 所有的营规制度 军事纪律 甚至是军饷发放规格 都一律参照北洋常备军的制度来办 是标准的北洋八旗克隆版 1903年6月 京旗常备军炼成 此后不久 朝廷又令山东山西河南各省派军官到直立 学习北洋军的操练方法 袁世凯的兵马成了全国的样板 为了既能扩充军队 又能避免朝廷轻贵的猜疑 袁世凯建议朝廷设立统一编练全国军队的练兵处 袁世凯自己想不想亲自主导这个练兵处呢 当然想 不过 他可不能轻易的出头 必须找一个傀儡 袁世凯选择了一筐 因为这个庆亲王爷贪财 既然是个贪财的主 那么扮演傀儡的角色就再合适不过了 朝廷其实就是太后老佛爷 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 1903年12月 朝廷在兵部之外成立了练兵处 企图一统全国的军权 任命一筐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 袁世凯为会万大臣 铁梁为香万大臣 从人事结构的表面来看 这个练兵处似乎是满人来操控大权 但是庆亲王一筐 是一个不管事的昏溃老朽 铁梁虽然厉害 但还是得受袁世凯的掣肘 练兵处具体职能部门 也不是满人主导 练兵处的总提调是徐世昌 军令司政使是段祁瑞 军政司政使是刘永庆 军学司政使是王世珍 担任副职的有冯国章 陆建章等人 这简直就是清一色的小战人马 袁世凯的心机和手段可真是厉害 练兵处实际的老大 还是他袁世凯 练兵处成立以后 帝国训练新军的制度才得以统一 各省都设立了都练公所 这个练兵处所拟定的营制 享章 募兵章程 募兵条件 以及培养军官的军事学堂章程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照搬袁世凯练北洋军的那套办法 1904年在朝廷的支持之下 袁世凯开始了他的阔军行动 他在山东 河南 安徽招募了数千壮兵 训练了一阵兵马 1905年 他又在从山东带出来的五位右军先锋队中精选了六七成 与在直立招募的一批青壮年合编为一阵 另外 他还把五位右军的一部分人马和南方的自强军的部分兵马合编为一阵 袁世凯居然蚕食了张之洞的军权 至此 北洋六镇完全形成 袁世凯的家底是越来越厚实了 新式的军队就需要新式的军官 袁世凯深知建立新式的军事学堂 培养具有现代化军事知识的军官十分重要 1906年 袁世凯在保定整合了所有的军事教育资源 成立了保定陆军军官学堂 教授高等兵学 分速成深造两科 这个保定军官学堂可谓人才辈出 就连蒋介石都是这儿毕业的 袁世凯自然也知道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他在编练新军建立军校的同时 还向国外订购大批的军火 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武器制造 统一了北洋军武器装备的规制 武器装备的标准化 为训练使用和修理补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袁世凯还紧跟世界潮流 在军队中配置了最先进的无线电联络设备 信息畅通对打赢战争至关重要 袁世凯练兵也练了些日子了 成绩好像也很不错 有成绩就想展现出来 1905年2月 袁世凯就跟一筐商量 让这位老庆亲王爷 奏请朝廷派大员来视察一下 自己炼成的新军 向朝廷展示一下自己的政绩 袁世凯还请朝廷给自己的北洋新军改名 不叫什么北洋常备军各阵了 一律改叫陆军各阵 袁世凯说 要和各省保持一致 其实更有可能的是 袁世凯并不满足当这个北洋军的总司令 他大概是想当全国陆军总司令 于是直立的北洋新军就改称为 陆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阵 最能检验军队战斗力的手段 除了实打实的战争以外 那就是军事演习 1905年10月 朝廷命袁世凯 从直立陆军六阵当中抽调两万多人 在直立河建一带 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秋操 也就是野战演习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 袁世凯这两万多人马被分成两支部队 由王英凯和段祺瑞分别担任指挥 王英凯的部队从山东北上进攻 段祺瑞的部队呢 则从宝定南下防御 演习安排的决战地点就在河建府 两军最后就在河建府举行了大阅兵 朝廷任命的粤操大臣是袁世凯和铁梁 各国驻华武官 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都被邀请官操 这是朝廷在向洋人和地方都府炫耀练兵的成绩 当时世界级大报英国的《泰晤士报》 有一个驻北京的记者叫莫里逊 为这次大演习写了好几篇的通讯 高度评价了北洋新军的军事素质 从此这个莫里逊和袁世凯 也就成了哥们 关系越来越铁 河建大演习之后 北洋军的声明远播中外 一篇独霸头飞雪 赢得燕儿唱新歌